那高階核廢料儲存在哪呢? 實際上不論是核一廠還是核二廠 真正的高階核廢料現在都正躺在燃料池內 當然那裡不會是高階核廢料最後該待的地方 只是因為種種因素 導致下一階段的乾式儲存廠遲遲未能啟用 飯他們好 核二廠已經在3月14日正式退役 完成40年的發電任務 但你知道嗎 接下來我們竟然還要再花25年 才能夠完成核二廠全部的退役工作 而高階核廢料9620數的荷蘭料棒 依照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的建議 需要在遠離人類的地方儲存20萬年 但他們至今仍留存在核二廠內無處可去 這集我們來聊聊核廢料該核去核從 其他國家又是怎麼處理的呢? 而且難道核廢料不能再利用嗎? 這集我們要分幾個面向來討論 台灣正式營運的三座核電廠 其實是早年十大建設 十二項建設的產物 啟用日分別為1978年 1981年和1984年都是老古董了 依照當初規劃的40年使用期限 核一在2019年就已經停止商轉 核二繼2021年底一號機除役後 現在二號機也正式告別舞台 最後的核電廠位於恆春的核山廠 一二號機也將於2024年7月 和2025年5月除役 換言之沒有意外的話 兩年後台灣就真的進入零核家園 跟核能發電說拜拜了 不過無論是永核派、廢核派 還是研議派 我們要知道發電雖然停了 但核二廠將面臨的是與核一廠一樣 長達25年的漫長廚藝之旅 相比於其他發電方式 核能發電要退廠可不簡單 未來25年的旅程中包含8年的停機觀察 12年的拆除和5年的觀察及復原階段 漫長的退役過程中 除了審慎評估核污染的狀況之外 衍生出的核廢料去留更是大家最關心的事情 其實大家知道的 那些存放在藍雨、低放射性核廢料儲存廠的 並不是那些發完電處理起來最棘手的燃料棒 核電廠在發電過程中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 主要分兩種 半摔其長 以右部超右元素為主的燃料棒 屬於高階核廢料 其餘的核廢料大都屬於低階核廢料 像是發電廠使用的機具和發電產生的廢液 除此之外還有廠區內受污染的衣物、手套、紙張等等 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那高階核廢料儲存在哪呢? 實際上不論是核一廠還是核二廠 真正的高階核廢料現在都正躺在燃料池內 當然那裡不會是高階核廢料最後該待的地方 只是因為種種因素 導致下一階段的乾式儲存廠遲遲未能啟用 核二廠甚至在1991年跟2003年調整 擴充核電廠內的燃料池 才勉強塞進所有燃料棒 現在燃料池內擁擠的狀況 就算請進得馬里回來也沒用啊 一號機的最後一批燃料棒 甚至因為燃料池空間不足 至今仍卡在反應爐內無法退出 對了如果你看過燃料池的照片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 一定會看到它發出燃光 這是因為全世界的核工學家都覺得燃光很有情調 不是啦 這其實是一種被稱為氣冷可敷輻射的燃光 藍光的出現是因為有粒子在水中以超光速移動 欸等等 光速是可以被超越的嗎 我彷彿感覺愛因斯坦在我背後表示他很火 別急 這邊指的是水中的光速 光在不同介質中的速度並不相同 水中的光速只有空氣中的四分之三 因此粒子是有辦法超過光速的 就像飛機以超音速飛行時會行為音爆 當水中因為核反應產生的電子或其他帶電粒子超過水中的光速 就會產生光版本的音爆 或者說光爆現象 從而發出淡淡的藍光 這種藍光以第一位發現者 蘇聯科學家氣冷可敷命名 稱為氣冷可敷輻射 回到核廢料的安置場所 我們先不談政治問題 我們更想知道這些核廢料以安全的角度來說 到底應該去哪兒 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對核廢棄物的管理規範 儲存核廢料時 不只應該考慮到對人類 同時要考慮對環境的影響 盡可能減少廢棄物的總量 並確保最終處置場所的安全性 避免再留子孫 台灣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 燃料棒首先會在燃料池內 以失事儲存的方式繼續待個幾年 確定降溫 衰變熱下降後 轉移到乾式儲存廠 這個乾式儲存廠 必須要能夠讓核廢料存放超過40年 而最終目標則是建立最終處置場 它必須是一個遠離所有生物生存環境的地方 而且根據輻射減少的速度 這一放可能就是20萬年 20萬年啊 沒錯 因為要等待這些核廢料釋出的輻射量 降低到不對人類與環境造成傷害 需要熬過漫長的歲月 我們先看看核電廠是怎麼發電的 現今的核電廠都是採用核分裂進行發電 主要參與反映的是燃料棒中的U235 U235會在反映爐中產生一連串的連鎖反映 當U235吸收了一顆反映爐的中子 會變成不穩定的U236 緊接著呢 U236會核分裂成 克原子、貝原子跟三顆中子 同時損失一些質量 這個損失的質量 就會根據愛因斯坦最知名的 只能守恒公式 E等於MC平方 轉成大量熱量 被反映爐捕捉用於發電 而核分裂產生的三顆中子 會繼續將其他U235 轉變為U236 再次分裂無限循環 這就是核分裂的過程 而核分裂產生的克、貝等元素 以及未反映的U235、U238 就是我們口中的高階核廢料 這些高階核廢料中因為含有放射性元素 即使不再反映爐內 仍然會漸漸衰變並放出輻射 我們可以透過計算半衰期 來頻段輻射量下降的速度 例如空氣中的氧原子 在核反映的過程中 會因為被中子活化變成氮16 而這個氮16的半衰期是7.2秒 代表在7.2秒以後 有一半的氮16會衰變回氧原子 剩下一半的氮16 則會在經過7.2秒後 再次有一半轉為氧原子 隨著時間拉長 氮16都轉回成安定的氧原子 輻射性也就大幅下降 而由幼238吸收中子變成的布239 半衰期卻高達24000年 也就是至少得過24萬年 才會剩下1千分之一的布239 除了輻射以外 也有人擔心 不論是乾式儲存廠 或是最終儲置廠 都遠離了一開始帶有冷卻效果的燃料池 少得冷卻難道燃料棒不會繼續反應 產生類似於輔導電廠的災害嗎 這倒是不用擔心 比起發電到一半就出意外的輔導電廠 這些退出反應爐的高階核廢料 就是因為燃料棒中的 U235 隨著發電 濃度不斷下降 已經無法繼續維持連鎖反應 才會淪落成核廢料 這邊我們要先搞清楚 前面提到在漫長歲月中自然衰變 產生輻射的現象 與反應爐中不斷核分裂的連鎖反應是兩件事 在反應爐中 U235是因為吸收中子才變得不穩定 進而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當我們拿掉這些亂原中子 U235是相對穩定的 半衰期甚至長達7億年 這也是為什麼U235能在大自然中存在 至今沒有因為衰變而消失 在核廢料儲存階段 還會在燃料棒之間放置大量中子吸收材料 確保高階核廢料產生的中子 不會引發連鎖反應 實際上到了乾式儲存階段 只有微弱的連鎖反應 和自身衰變的過程會產生熱量 產生熱的速度 光靠空氣的自然流動 就能夠維持穩定 真的只要靠吹吹風就可以了 雖然不會爆炸 但是放在地表的核燃料棒 真的沒有輻射的風險嗎 在討論輻射量時 除了半衰期外 還要考慮不同元素 在衰變時產生的能量大小 高階核廢料中 大約有95%是輻射量低 半衰期45億年的U238與U235 而在剩餘材料中 輻射較強的是大部分不存在於自然界 因為核反應才誕生的人工產品 超幼元素 例如 耐237 布239 煤243 與橘247 這些超幼元素 衰變時產生的輻射能量較大 半衰期也較長 是必須要警戒的對象 但這指的是燃料棒本身 若看向整個乾式儲存廠的設計 在經過層層阻絕後 廠區邊界的輻射標準值為每年0.05毫希幅 而台灣人平均每年接受的背景輻射劑量 約為1.6毫希幅 扣除掉背景輻射與醫療需求 每年因為看電視搭飛機所接受的背景輻射 建議值不超過1毫希幅 以乾式儲存廠的設計標準來說 其實不需要恐慌 面對看不見的輻射 以現在的科技 也可以很容易用儀器量測出來 不需要空口說白話 當然即便如此 有人還是會擔心 天災等意外 產生不可預期的後果 為了安心 我們是否能找個遠離人類的地方 永遠將這些核廢料藏起來 也不見為盡呢 那麼核廢料的最後安息之地 最終儲置廠 該設在哪呢 專家評估 核一核二廠靠近第二類斷層三角斷層 不適合作為核廢料的最終儲存場所 目前台電還在調查核式的地點 預計2038年才會選定最終場所 但在那之前 我們可以先看看國外是怎麼做的 目前國際上普遍認為 核廢料的最終去處 將採用深層地質處置 將核廢料埋進300公尺以上的深度 數萬年甚至數十萬年 從1980年代開始 就有不少地下示範場域 開始進行相關的研究 直到現在預計於明年啟用的 芬蘭深層地質處置廠 安克羅 最有望成為大家參考的對象 這個在地底430公尺深處的安克羅 在芬蘭語中的意思是空腔 為了減少容器的腐蝕現象 核廢料會被裝在鑄鐵罐裡 外面再套上一層銅膠囊 並使用棚潤土妥善密封 整座如蟻穴般的儲存廠 預計可以收納上方核電廠 100年份的核廢料 並在它被塞滿的時候 將剩餘的通道與設施重新填平 核廢料這個燙手山芋 除了封存之外 我們有沒有從根本解決 減少量的方法呢? 可能還真的有 比爾蓋茲投資開發的第四代核反應爐 行波反應爐 有可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比爾蓋茲名下的泰拉能源公司 從2017年開始就與中國合作開發 這個新式核能發電廠 但受到美中衝突升溫的影響 合作對象也轉往日本的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 JAEA核30重工 為了有效解決核廢料問題 在這個反應爐中 將過去無法作為發電原料的U238 與其他核廢料作為原料 這對核分裂發電廠來說絕對是個好消息 因為現在的核燃料棒中 能參與反應的U235 只佔了3%到5% 其他95% 都是鮮少參與反應的U238 在自然界中 U238的佔比更高達99.3% 如果行波反應爐 可以使用U238作為原料 絕對能大量減少核廢料 與需要開採的U原料 除了行波反應爐外 還有更多這種不需要持續添加核燃料 能循環發電的第四代核反應爐 也正在研發當中 像是熔岩反應爐 以及納冷快中磁反應爐 講了那麼多 我們還是要強調 不論是永核派還是反核派還是什麼派 台灣核一核二核三 最後留下總計約5000噸的高階核廢料問題 仍然不會改變 但將核廢料買起來 眼不見為盡 真的是最好的辦法嗎 相關的研究已表明 濕式乾式儲存廠透過妥善保存 沒有核輻射與安全問題 美國核能設備和系統供應商 HOTEC 甚至做過時速965公里的火箭撞擊試驗 證實自家乾式儲存槽的安全性 芬蘭深層地質儲置廠 安克羅也引出不同的聲音 畢竟如果未來第四代核電廠真的能將高階核廢料循環再利用 那我們現在真的應該將它們徹底封死嗎 而且比起我們能妥善控制的核廢料 已經明確造成生物環境重大危害的塑膠以及重金屬污染 更是眼下棘手的問題 我們的最終辦法 難道也是要再多挖一些坑 讓它們永遠埋藏在地底嗎 最後想問問大家 我們不提核廢料放你家 這種不太可能發生的激進選項 你覺得我們這些高階核廢料該如何處理呢 你覺得是要挑選一個風險最低的位置 永遠遠離人類呢 還是規劃一個永久的地面乾式儲存設施 方便監控與維護 又或者你覺得乾脆花錢 先有設置跨國處置場的國家處理就好 還是你認為 那不如發展第四代 甚至更新的反應爐 將核廢料使用到無輻射為止呢